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些視頻 我是超小廚 大家曉得曉得這是什麼? 這是我們四川的特色 每當過年的時候家家戶戶都會做的 拿豬蹄 我們今天做一個乾筍子燉拿豬蹄 這個豬蹄實在太硬 家裡面不太好多 我們到下面嘗試賣肉的地方 和專業人士幫我們處理一下 弄 很香 幫我來個看 吻一下 吻 吻一塊 好謝謝哈 豬腳開好了我們先把筍子撈起來剪一下 這是農村的野生竹筍 安逸的很 聞起的一股清香味 我們把豬腳直接下鍋炒個水 加點料酒 我好想啃一塊哦 啃嘛 快點煮嘛 接下來我們把竹筍洗哈 再洗一遍裡面有很多沙 小楊 嗯 我曉得你等這根辣豬蹄已經等了兩三個月了 對 我不知道那根豬蹄 就是給我吃了 這根豬蹄我們四個人說不是一個人哦 你還是矜持點哈 溫柔點哈 蒜我們去放蒸蒜就是 薑稍微給它撇一下 九蛋糕就可以了 煮開過後我們撈起來 煮開過後我們撈起來 稍微淘汰一下就是讓我們直接放進高壓鍋 好 好 薑蒜放進去 燉湯的花椒就少一點哈18克 多辣 哪算的? 有28克 稍微放幾個乾辣椒提提味兒哈 倒點料酒 筍放進去 加水 你搶我太刺 這根豬蹄小楊擠在了好幾個月哈 這裡面千萬放不得鹽哈 拿豬就喊的哦 蓋起來 上汽後燉個15到20分鐘 要燉得怕滷滷的才好吃 我刮兩根黃瓜 煮一個涼拌黃瓜 放點鹽 讓它先把這個黃瓜多餘的水分 給它炸出來 豬蹄的味道很香啊 我們用水鍋 穿點蒜 把這個蒜放進去 稍微放點鹽 這樣放火哈 教大家正確捋蒜的方式 一個時候蒙到 放進去 倒 這樣捋出來的蒜更香哈 捋成這個樣子就可以了 小楊 嗯 放火 好了 把裡面多餘的水分倒出去 放點糖 雞精 蒜 放點麻油就是了 拌開 嗯 放幾鍋雞精 就吃了 燒上蔥花 小楊 開飯 吃豬油油 小楊 嗯 我的飯完了 不曉得呀 燉刺 小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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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好多 一碗 早吃點兒飯 多吃菜啊 他還燙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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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燙 給他兒子夾 開吃了 這個還寒嗎? 寒我少吃點兒 個人吃的那麼兇? 你少吃點兒我上你多吃點兒 媽說自從你回來過來菜錢都要花得多些 寒你吃就不吃?寒你吃就不早吃 我吃的 女生都不會吃到 你吃不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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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了两千多 好 筍粘好好吃 吃一口吃一口,我長胖了 小小廚,你都吃完了,你個人還吃 還要吃夠 這個米好吃吧?有擠的 還可以 把黃瓜全部倒進去 特別是肥肉洗的好爽 香水 味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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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 放入撒冷卵 煮出麵包 浸泡 蛋 水 加入 Mega 哎呀